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 收看 当然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我们将可以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并且做更多更深刻的访问 我想台湾的国际关系 特别是在国际的经贸关系是很多人关注 因为它不是只有涉及到台湾本身的 在国际上面的生存 它可能也会牵扯到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联动 所以台湾没有要去依赖中国 或是要跟中国去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这种国际政策的状况底下 我们当然得要去找其他的国家 有更多的合作 其中一个对象就是美国 像美国最近这几年 不管是从一个军事的角度 或是国际贸易的角度 或是全球战略的角度 你就会看到美国对台湾是频频示好 所以跟美国签署一些贸易协定 也是在台湾很多的政治人物或是很多的民众 都会去期待的一个发展 不过在签署这些国际贸易协定的时候 也会有人担心 它会不会造成台湾的一些经济上面的 这些过度依赖的问题 那就在6月1号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新的协定通过 就是在叫做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 这是台湾驻美经贸代表处跟美国在台协会 他们在这个6月1号的晚间来签署 那这个按照这个官方的新闻稿 它说是台美近四年来签署结构最完整的贸易协定 那看起来这个对于官方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大步迈进的一个做法 可是它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是要加入这样的一个协定 事实上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来邀请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 施逸祥他们在前一阵子开了一个记者会 同时也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 民间监督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联盟 我们要请逸祥来跟我们谈这样的一个议题 管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逸祥先请教什么叫做台美21世纪贸易协定 这个贸易协定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有哪些的主要内容呢 好 其实它的这个协定的那种开中民意 就说要强化这个台湾跟美国的这个经贸关系这样子 但其实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其实在就是现在的这个国际的局势 然后在这个中国的集权的扩张 然后它在透过比如说它很多一带一路的这些 的这个政策去影响国际很多国家 它们的这个基础建设 政治经济的状况这样子 那美国政府 尤其是拜登政府在现在这个局势 平平的对台湾示好 那基本上它其实就是要加强这个对台湾的关系 那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国防上的这个 这个加强的关系 那这一次的这个协定呢我想是拜登政府想要透过这个 经济贸易的这个强化来强化对台的关系这样子 那其他背后有很多论者都已经看到 它其实有很强的就是说要美国跟台湾 甚至就是说跟美国这个价值理念的这些国家政府 这些伙伴呢要建立很强的那个关系 然后我想它的战略目的就是要来抗中 来这个对抗这个中国它很多就是说的影响这样子 不过我们我想在台湾或者在国际上面 在讨论有关于这些贸易协定 例如说WTO或是GAT等等这种比较大型的国际贸易协定 或者是不管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 通常它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自由市场 可这个自由市场的概念其实就会出现了一些问题 例如说以WTO大家比较熟知的好了 就是因为你要自由市场 所以你相关的关税保护你就必须要降低 所以当时你会看到很多国家的农民是上街头 包括到这个香港到很多地方韩国的农民 大量的这种抗争 或者是包括台湾也出现百米炸弹客 就是鲁门洋鲁门的这样一个案例 那所以它会觉得某些台湾的这种产业 可能会因为这个贸易协定的影响 另外一个担忧就是说这种贸易协定 其实就是一个大国经济 就是大国会越来越强 小国就会变成长期的依赖 完全失去了这个经济上面的自主性 特别是我们看到 不管你支不支持这个反战宣言也好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种所谓的战争的紧张状态里面 台湾当然会需要美国或其他大的强国来协助我们 可是有一个论述也是蛮值得去关心的事 那我们会不会因此对美国的军购依赖越来越强 这个越来越强使得台湾的经济受到影响 那再加上这个所谓的贸易协定 这个经济的问题 依赖的问题 或者是某些本地产业的问题 会不会因此而更严重 或者是说这个贸易协定跟其他的这种过去的台美相关签署的内容 或是其他的这种国际的贸易协定有什么不一样 确实会有这样子的担忧 如果我们对于过去很多大国跟小国的这个 清贸自由的这些谈判 确实都会 就是说他很难照顾到 比如说本地的这些农民 然后工人处境不利者 或者是说一些文化的这种 文化的冲击这样子 但其实 如果我们单看这一次的台美贸易的协定 其实你会至少就目前第一阶段所谈的 他其实并还没有谈到这么实质的内容这样 然后我目前看到他只是想要在这个 比如说一些官务行政一些贸易的这个 这些便捷化 然后五指化 然后这一些来 来谈第一阶段的内容 然后他第一阶段 就是说通过的其实也包括像是反贪府 然后以及这个 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加强对话 然后甚至他谈到一些协助妇女或弱势族群的 这些中小企业的经商等等的 所以至少目前看到的这个 目前第一阶段内容跟接下来 第二阶段所要谈的很实质的 包括劳工章 这个环境章 他要谈的 包括像是增加 就是促进两国的这个 这个 对于气候变迁的韧性 或者是他想要去消除或预防 或是规范那个产业链中的这个 强迫劳动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是 就是这一次的协定 如果就可见的一些公开资讯 就从目前到的资料来看 你觉得是比较肯定的 他就是说他跟过去传统的那些 金贸协定 只去谈那个降低关税那种 其实不太一样 他开始去谈 就是说那个贸易之间规 那个法规的健全 然后他是不是基于这个平等互惠的原则 然后来加强这个双边的这个 经贸的这一个活动的这些健全 甚至他开始注意到环境 注意到这个 这个劳工的部分 然后甚至如果我们看 比如说一些潜力 比方说美加木的协定 它里面甚至有一些 这个救济处理的机制 那其实 从那个美墨的一些处理机制 你会看到 它确实发挥了一些影响力 来保障 比方说墨西哥的那些工厂的工人 所以 这也就是 为什么民进要组织成联盟 然后希望让这个协定 不会有刚刚 管老师所说的那种传统的 对那种对于 至少对台湾的 这个 农民啊 女性啊 它的某种自主性 新系的自主性 或是内部的产业的自主性 都会受到这种大火的影响 产生巨大的冲击 但那也当然是我们不乐见 所以我们就是要透过监督的力量 来预防这个事情发生 OK 那当然会怎么样发展 也许我们要看到更多的这个部分 不过从你们这个联盟的角度来讲 你们所看到的资料 或是目前进行的这些协定的内容 基本上来讲 它可能对台湾的一些体制的健全 或是一些农业或者是环境 或者是这个劳工的这种弱势的保障 它相对之下是比较有一些协助的 是比较一个正面的发展 我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原本这个案子我在准备的时候 它叫做台美21世纪贸易协议 可是昨天 你可以讲6月1号通过的是台美21世纪贸易协定 就协议跟协定 感觉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吧 是 其实从我们就是联盟的角度 我们会认为这么重大 尤其是刚刚老师您说的就是 包括官方也提到就是 40年来就是台美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双边谈判的一个经贸的一个协议的过程 然后它我们刚才也谈了很多 它会很有可能会冲击影响到台湾的人民这样 那其实如果根据条约缔结法 它其实就是一个双边的贸易的一个条约 它其实应该要送立法院审议这样子 但截至目前为止其实 所以改名叫协定就不用送立法院 协定就是一个行政协定 所以行政上面觉得OK他们就OK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不是跟以前这个 其他相关跟中国的协定 你一样会有人产生这种怀疑 不管你是好或是不好 就是在一个民主程序上面 好像应该要回到一个立法院监督 所以改个名它就可以不用吗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现在比较就是说麻烦的就是 包括我们的行政院的经贸办公室 都用一种叫做堆积木的方式 来进行这一次的这个谈判的过程 所以对积木就是说 它谈到哪就签到哪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 它就是第一阶段首批的这个的内容 是因为它现在比较是做一些框架式的 或者是反贪腐或者是它做一些 这个协定的相关的那个 就是说协议的相关的一些定义的那些内容 它比较是框架 它还没有真的谈到具体的实质的内容 那它就在这个协定上 就已经双边已经在6月1号已经签了这样子 那它也我想正面肯定就是说 台美双方都承诺就是会有下一阶段的这个谈判这样子 那我们也就是说 就是说会感受到就是说 因为明年台湾就要进行大选 大选 那我们听到的一些风声是说 很有可能在今年11月 就是大选前 这一个下一阶段的实质内容谈判 可能也会很快速的就会签订这样子 所以我们民间就是这么急迫的 就是说希望去争取更多的这个政府跟民间的对话 然后以及希望政府公布相关的进程 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它这种堆积末的方式 然后又不送立法院审议 那很可能它很快就通过 但即便它通过的内容 很有可能就是跟传统的这个 这个那种新自由主义式的这种协定不一样 然后内容可能对本地的劳工 女性环境很好 但它其实就是会令我们担忧 就是说它会不会偷渡了某些东西 所以其实不管是好或不好 基本的民主的程序 程序的正义都应该要去遵守了 那你们也成立这个机构 你们叫做民间监督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联盟 那这个组织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有蛮多的工会团体或是环境团体的这个假裸 那为什么你们要成立这个组织 然后为什么是以工会团体 跟环境团体作为一个这个组织的主体呢 因为从这个协定从去年开始在谈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有获得美国的工会 美国的这个公民社会的这个讯息 而且他们也非常急切的 来跟台湾的这些工会啊 移工团体啊有很多的写作 甚至在今年的这个三月下旬 也举办了一个工作坊 就是这个两边的公民社会 在讨论这个因应的策略 那就是说希望可以让这一次的协定的相关的内容 确保它是保障劳工的然后保护环境的这样子 那就是说那个 其实组组成这个联盟就是因为我们看到 以美加莫协定的这个框架跟内容 还有它相关的处理机制 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然后可以让台湾的不管是劳工的权利 或者是相关的法规范是可以有一个提升的机会 比方说在美加莫协定呢 它在签订过程跟之后 它都要求就是那个两国要做一个法规调试 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个劳工的部分呢 它明确的说这个国内法规要做一个修法 然后要符合这个ILO 国际劳工组织的这个几项核心公约 包括禁止强迫劳动禁止同工 然后这个保障结设团结权 还有这个职业安全卫生跟这个消除歧视 那在台湾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万籍移工 其实就近乎是强迫劳动的状态 那所以我们有看到一个机会就是说 这一次的协定如果比照美加莫的协定的话呢 那是不是我们台湾政府就 比如说在相关的不管是本劳还是外劳 而且移工的这个相关的规范 都要有一次大幅的修改 然后在这个经贸的框架下来进行 所以你刚刚讲到IOL 它事实上有五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就是包括结设自由与有效承认这个集体谈判的权利 然后包括消除一切的形式的强迫或是强制劳动 废除同工 然后消除就业与职业的歧视 然后这个安全且健全的健康 环境的工作环境有这五项的国家义务 所以你要从这五项的国家义务 觉得当我们要去加入这样的一个台湾美贸易协定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要按照这个标准 而这也是这个台湾美贸易协定 它要求的标准 就是目前我们还不敢说 就是说只是看到 美国跟其他国家的潜艳协定 有这样子的潜力 但关键还是看就是说 下一阶段 谈判内容是什么 会不会包含 就是这些对劳工有利的部分 所以民间才这么急 那如果美国就是说这个不在意 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情 我们台湾也不是很在意的话 那这个怎么推 那它就是完全就回到过去传统的那种 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 新自由主义这样子 那就跟它前阶段所承诺的一些事项是违背的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 可能要采取更强烈的行动 来抗议这件事情 也就是简单讲 这个一个贸易协定 从你们的角度来讲 它事实上是一个有助于台湾的这种 不只是经贸的发展 或是国际关系的链接 或是在全球战略的位置 也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协定协议 来去保障 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IOLO 这个五项的基本的这种 所谓劳动权益 或是晚期权益的一种保障 只不过它到底会不会落实 我们现在恐怕还不知道 所以你们就成立了这样一个监督的机制 监督的团体 要来去做这样一个push的动作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 因为在这些诉求当中 有些台湾其实已经做得还算不错 有些可能还有特别要去关注的地方 特别是刚刚异祥提到的 这些所谓的移工的问题 或者是我在这些诉求里面 也看到他们对于所谓的强迫劳动 这件事情是特别在意 特别关心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 参谈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强 参谈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一天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再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让我们不只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你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一个台湾在国际经贸上面的一个议题 就是在6月1号的时候 台湾跟美国签订了台美21世纪贸易协议的首批的协定 那在这个协议的或者是这个协定的讨论里面呢 我们其实邀请到的是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施逸祥 逸祥你好 郭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逸祥也大概跟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协定的这个背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议题就是 它会不会出现这个传统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很多国家或者全球性的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的 这个依赖的问题 或者是会造成这个经济自主的问题 或者是其实就变成某种另外的经济殖民的这种状况 那当然以强从他们自己所收集的资料来看 似乎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也没有办法保证这个问题它不会发生 所以在这个签订的过程当中 台湾的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或者是能够像刚刚一直谈到梅加末的这个例子 让这个台湾的这种劳动权力 可以藉由这个国际的力量 这样来提升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为什么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议题当中 其实特别的去关注到这个强迫劳动的这个议题 那当然一开始也谈到说已经签的这个所谓的首次的 首批的这个协定 所以这个贸易协定有怎么样的一个历程吗 首批会有2批 3批 4批之类的吗 对就是从可见的讯息其实目前就是用堆积木的方式来来谈 这样上一集其实有谈到了 那确实目前的就是11项的这个大项目里面 确实第一批的四项就是一个框架式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民间非常在意就是那个在第二部分 尤其涉及到包括可能农业或者是环境跟劳工 这样的内容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民间建筑联盟所关注的议题 那尤其是这个强迫劳动的部分 因为自从台湾全会跟很多移工团体过去 其实都会在比如说美国国务院公布这个TIP report 就是任务翻译报告 或者是这个美国劳工部呢 他们近几年都会公布所谓的禁止同工 及强迫劳动的清单这样 那其实为什么会有新疆棉 其实就是在这个清单的公布之后 变成全球瞩目的焦点 那台湾的远洋雨夜因为一直发生很多的这个悲剧 所以它也连续两次被美国列入强迫劳动的议题 对所以我们就感受到那这一次的贸易协定呢 其实也有预告就是说会处理 产业链里面强迫劳动的议题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阶段 我们会希望积极的让民间的诉求 移工的诉求可以被放进那个 协议的内容里面 如果以你刚刚谈到 远洋渔业的这个鱼工的问题 特别是境外鱼工的这个处境 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过去这这么多年来 义祥也来跟我们分享过两三次 那我们就用这个例子来看 就是说目前台湾的远洋渔工 从面临到什么样的一种处境的这些危难 或者是这些甚至是危险 那你们在这一段时间也提出了一个 所谓的WiFi 要装WiFi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一个连署 那从这样的一个协定当中 这个协定假设是刚刚就如你所说的 它能够去提升台湾的这些相关的劳动权益 透过国际力量让台湾的这种强迫劳动 或是相关的剥削的问题可以降低 甚至是消失的话 那从这个例子来看 它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或者说从国际的经验里面 有哪些国家他们的一些 跟美国签印的类似的协定 而使得这样的一个强迫劳动问题的 这种一种问题是可以稍微的解决了呢 好 这个问题有好几个层次 首先如果从这个美加莫协定 的这个潜力来看的话 其实它那个潜力内容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它这个争端解决处理的机制 那不管是在这个美加莫的环境章 还是劳工章 它都有一个委员会 它可以进行调查 然后这个调查结果 会经过一些专家委员的这个决定 然后持续的追踪这个相关的破坏环境 或者是侵害劳工权利的情况有没有改善 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就是说非常希望在这个台美的协定也能放 就是所谓的快速反应机制 那快速反应机制呢 从美加莫协定的一些案例 你就会看到一些比如说 比如说美国在墨西哥设计厂 然后造成当地的墨西哥工人的这个 权益受害的时候 就是说那些工人就在这个快速反应机制里面去提出 那这个快速反应机制它就在短时间内做成调查 然后就有确定有违反相关的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的人权公约的话呢 它其实就会实实在在的去做成裁处 而且那个裁处是这些资方工厂的痛点 就是它会取消这个快速的协定或者是 它会就是说公布相关的这些名单 然后直到情况改善为止它才会停止这个制裁 那所以几个就是进入快速反应机制的案例 确实都有发挥效果 然后保障了公文的权益这样 那放在这个台湾的脉络的话呢 我们这次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会放在移工 是因为这个海鲜制品 它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全球的产业链 对 那当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 我们吃了鲍鱼罐头 吃了这些这些海鲜制品 它就是从这个捕捞 然后这个把它制成海鲜制品 然后到出口然后到销售 它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产业 生产链 然后甚至台湾这个海鲜制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其实是美国 那台湾有个非常大的水产公司叫风群水产 那风群水产呢 它所相关的这些海鲜制品 它其实在美国有一个 它拥有一个市占率很高的一个鲍鱼罐头的工厂 叫做巴摩比大黄蜂 那这个鲍鱼罐头里面的那些海鲜制品就是来自我们台湾的 远洋鱼船所捕捞的这些鱼货 那这个所以 就是说这整个产业链的最上游的鱼工 到底有没有处于一个强迫劳动 就会是一个关键 因为这个使用巴摩比的这些美国的消费者 他们会非常在意说它的消费有没有这个间接的促进或造成 这个印尼或菲律宾移工的强迫劳动 那所以美国就是透过相关的这个机制来预防这样的发生 那实际上台湾的有好几艘鱼船 其实已经因为它没有 就是说它经过揭露呢 就是被认为有强迫劳动的情况 所以它的鱼货就被扣押在美国的海关 然后是没有办法建议美国市场 那所以在这一次的协定 如果也有相关的快速反应机制 那我们就是说更可以利用这个机制来让风群水产 然后风群水产上游的这些船东 或各种的渔船能够 就是说为了要让整个产业更健全 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业界 就必须要有所这个 不管是规范面还是落实面都要有所调整 那目的就是让这些原仰鱼工的劳动条件可以提升 然后甚至我们所关注的这个 鱼工有没有通讯的权利呢 其实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个机会 就是说 当一个鱼工在没有WiFi通讯的情况下 他其实就处于一个这个 ILO的11项强迫劳动指标里面的孤立的状况 而且非常的严重 然后他没有办法跟家人联系 然后他的薪资的问题 没办法透过通讯解决 他没有办法 即便他加入工会是工会会员 可是他一出海就没有办法形成他的团结圈 那这个其实就已经构成强迫劳动的状况 所以我们之所以这么 就是说包括很多的像东港的鱼工 为什么他会在记者会 就是远道来台北参与 然后还发表他们的这个心声 其实就是看到这个协定里面的 进行强迫劳动的相关的 不管是内容或者是处理机制 是很有可能来解决强迫劳动的问题的 也就是说你们想要从一个消费端的角度 就是说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些食物 或者是我们用的这些用品过去 我们都是一种低价的概念 低价概念它事实上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会造成这个劳工权益的这个损失被剥削 所以要回到一个从消费者的角度 告诉这些生产者 你们其实是不能够用这种方法 我不想要吃这种剥削而成的这种食品 不管是剥削环境也好 或是剥削劳工而促成造成的这些食品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运动 而是透过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协定 来去改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以刚才美加默的例子来讲 或是这个协定的本身 事实上是存在的这种契机跟机会 所以你们觉得应该往这个方向去推动 去做一些调整 那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某种企业社会责任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消费者的某种责任也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让这个产业 能够健全发展的地方 不过我觉得更吊诡的是 这个东西国内不能够自己做 那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渔船 就是政府立个法叫国内的渔船 你就一定要装WiFi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准你出海 或者我就不给你某种的鱼 捕鱼的这个权利 那这个不就解决了吗 那为什么要透过国际捞一圈 我觉得这有点吊诡 这其实不冲突 其实包括民间团体 其实都是多方的在进行 那包括就是为什么去年的 这个行政院要公布渔业人权行动计划 那其实他就是在回应 就是说包括民间团体 国际媒体 还有这个欧盟美方市场的压力 那不断的去证实台湾的原样 渔业就是一个血汗的劳动 然后是一个人口贩孕 是非常严重当代奴工的议题 那所以我们的政府就透过这个行动 国际行动计划来试图要改善 那这个确实政府有在做 但其实他的效果很有限 因为就是说我们 其实最吊诡的其实是我们的 境外拼顾原来渔公的主管机关 竟然不是劳动部 而是农委会这样 那这我们已经谈了很久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那所以就是 为什么这个台北贸易协定这么的重要 是因为如果他接下来谈判内容 会有一个法规调试 那或许他这个美方或者是这个政府 如果愿意去遵守这个协定的话 那他就必须要承诺要在这个相关的规范 比如说我们就让那个聘雇双轨制能够终止 然后让农委会愉悦署就 对不起农业部 渔业署就好好的处理产业的部分 那工人的相关的保障规范 就由这个劳动部来负责 那包括这个聘雇之间的那些问题 中阶的管理 然后劳权的保障这些 其实都应该要回归劳动部 我觉得这是蛮妙的 就是你就好了自己做就好了 叫人来按照国际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协定 然后来让自己的政府才甘愿去做 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倒置吗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政府就是推不动之类的吗 政府有想要推 但其实历来其实在 压力不够大 对你知道如果你去看 那个人口翻译防治法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谈渔工 谈那个永续渔业IUU 这些台湾渔船破坏海洋资源 的这些相关规范 它是怎么来的 它其实就真的 每一次都是国际的压力 国际的压力 我们才缓慢的回应 然后走到今天 然后确实很调诡 就是为什么我们政府一步到位 然后都是要爆发很多的事情 很多人的牺牲 然后才愿意用很小的 这个改革的方向往前进 这样子 也就是说要加入这样的一个 国际的这种贸易的规定 本身的产业的健全 本身的法规健全是很重要 所以你们想要透过这个方法 来去让我们的法规 让我们的产业 让我们的劳动的环境 是更为健全 那刚刚谈到说 这个贸易协定 其实是有不同的阶段 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三阶段 那到第三阶段 你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以及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其实 因为6月1号已经 行政协定签完了 那也确实 我们没有看到它送进立法院的审议 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二阶段签完 到第三阶段的过程中 基本上我们还是 同样的诉求就是 它是一个影响台湾产业人民重大的 一个两国双边的经贸的谈判 它就是一个条约 所以它必须要经过国会的审议这样子 那这个是一个民主国家 怎么必须要做的事情 而且 其实我们都很 就是纳闷就是执政党在担忧什么这样 它内容其实看起来 感觉蛮正面的 蛮正面的 然后我们又国会多数 然后 就是说台美关系很好 那就是送国会审议一下 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坏处 然后就是反而你如果不是用这个国会审议 你是不是会留下一个一个不好的这个潜力 然后假如未来其他的这个这个政党 它也用同样的方式 然后通过了对台湾很有害的协议 那怎么办 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诉求 那第一个诉求当然就是 会希望两国谈判的过程中可以让这一个监督联盟或民间社会参与 其实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一个叫做利害关系人的一个咨询会议 那我们所首期的一些工会团体 移工团体就真的有受邀去每个人可能几分钟的发言 但他们的感受都很不好 因为那个会议就是一个过场 一个过场就是讲完然后没有对话就结束了 对那我们会希望就是利害关系人的会议就是实质的 就是说大家把诉求参开 然后去盘点困难在哪里 然后怎么样用不同的策略来解决这些困难 然后有实质的对话 然后让这个协议的内容可以更以这个工人 以环境为基础来签订差相关的内容 这是第二个第二个诉求 那第三其实就是 对其实就是相关的内容 应该要把民间的诉求都放进去 所以就是三大块就是送 他是条约案送国会审议 然后要有实质的对话 以及就是希望两国政府可以大量的参考 我们民间所提出的诉求 我想这个贸易协定的确 这样听起来是跟其他很多的贸易协定 至少台湾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这些是不太一样 那是不是真的落实或是落实到什么样的层面 那或者说这个落实的同时 也能够维持某种台湾的这种国家的主体性 或者整个产业的主体性 也是一起要共同去监督的地方 今天非常谢谢逸祥来跟我分享相关的议题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追踪这个协定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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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